親逢陸軍官校百年校慶 能夠以中華民國三軍統帥的身份 來主持百年慶典 我深感榮幸 在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日子裡 我們聚在一起 不僅僅是來紀念這所著名軍校 百年來電鐵成鋼 打造一支又一支的鋼鐵監旅 在國家最需要的時候 捍衛國家的生存發展 更是要對所有曾經在此學習成長 並為國家和人民做出卓越貢獻的陸官人 表達敬意 各位同學 在剛剛的閱兵以及分裂師中 每個人士氣高啊 可以看得出平時的訓練精神 令人讚賞 我請代表國家 忠心祝福 也忠心感謝 祝福 陸軍官校百歲生日快樂 校運蒼龍 迎接更輝煌的百年 當前 台海的和平穩定 不僅僅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 也是 是全球安全和繁榮必要的元素 在陸軍官校 舉行百年校慶的指示 權力師聲 應該要體認 新時代的挑戰和使命 最大的挑戰是 面對中國強勢崛起 迫害台海現狀 是併吞台灣消滅中華民國 為其民主大業之偉大復興 最高的使命是 勇敢 承擔起守護台灣 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責大任 各位同學 你們選擇加入陸軍官校 表示你們對國家有使命感 選擇接受最嚴格的訓練 表示你們有勇氣接受挑戰 你們選擇走一條艱辛的道路 更顯示你們有能力 承擔大政 因此 在歷史性的時刻 我對各位同學 提出三點勉勵 第一點 深刻體會 犧牲 團結 負責的歷史意義 入關是未來軍官的搖籃 培育國軍降校的基石 各位同學 都是國軍的未來 都是國軍的未來 也是國家的未來 我希望大家 對同袍親愛 自我要求精神 對人民親愛 對國家忠誠 在從軍的道路上 精益求精 持續提升專業 技能和品德 讓自己成為引文盈物 素德兼備的軍事領導人才 同時要貫徹 不濟死身 以寡敵眾 亦共煥濫 至同聲勢 以及保家為國 始終如一的決心 只要你們 的實力越來越強 國家就會越壯大 你們越是沉著堅定 國家就越能自信前進 我對各位同學的第二點勉勵是 全心全力奉獻給國家人民 國軍的屬性 隨著國家發展不斷轉型 從黨軍到國軍 從革命軍到專業軍 從為總理而戰 到為國家人民而戰 百年後的今天 陸關人不是革命軍 而是屬於人民的軍隊 當前的國軍 更不屬於任何個人或黨派 而是效忠國家 效忠人民 效忠民主 各位同學 與同袍 要如手如足 無私無我 對人民 要親民 愛民 服務人民 保護人民 將自己奉獻給人民 絕不辜負人民 絕不辜負人民 對我們的期待 我的第三點勉勵是 捍衛國家主權 有主權才有國家 有台灣才有中華民國 各位投身陸軍官校 就是將保衛國家的重責大任 扛在自己的肩上 我們絕不能夠 敵我不分 也不能夠敵友不分 更不能夠接受 首戰及中戰的投降主義 軍人 是國家 忠誠的所謂者 是國人的依賴 國家的驕傲 我希望各位 堅守國軍的信念 務必要維護 自由民主的憲政體制 堅持中華民國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堅持 捍衛國家主權 不容侵犯併分 確保中華民國台灣的前途 由兩千三百萬人民共同決定 讓我們一起捍衛國家主權 維護國家尊嚴 為國家帶來光榮與繁榮 身為總統 與其三軍統帥 我的責任就是帶領國家 團結國人 共同守護台灣 促進民主 和平 繁榮 我會繼續落實 和平四大支柱行動方案 強化國防力量 建構經濟安全 展現穩定 而有原則的兩岸關係領導能力 以及推動價值外交 跟全球民主國家 肩並肩 站在一起 共同發揮威責力量 避免戰爭發生 以備戰 來備戰 靠實力 達到和平 創造 繁榮發展 從520 從520 就任到現在 我已經陸續到各部隊 了解任務執行的狀況 關心國軍弟兄姐妹的各項需求 未來 我會持續推動 國防改革 也會要求軍事訓練 符合世界科技發展的趨勢 持續 提升整體戰力 讓國家安全 獲得完整的保障 我也要讓國軍在保衛國家的同時 沒有後顧之憂 我會將照顧軍人的生活與尊嚴 放在國防改革的重要位置 也會團結所有國人的力量 一起做國軍的後盾 最後 讓我們 共同為打造現代化 智慧化 專業化的淨履而努力 為守護 國家主權 民主自由 人權的價值而打拼 我們一起加油 謝謝大家